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组或者其他结构在句子当中用作某个成分 那么句法功能可能由多种结构来承担 也就是说一个句法功能并不只是对应一种句子成分 可以由多个句子成分来承担一个句法功能 比如说冰语 在德语当中可以承担冰语这种句法功能的 有名词 代词 名词短语以及动词短语 那么在德语当中最主要的句法功能一共有五个 首先来看主语 主语是句子乘述的对象 在德语当中 句子的主语可以用via或者was来提问 能够承担主语这一个句法功能的成分包括 名词 代词 动词短语以及句子 在这一个例子当中举的就是一个由句子 Dass das Buch schlecht recensiert wurde 来承担主语这一个句法功能的例子 第二个句法功能是位语 在德语当中 位语都是由动词来承担 而且它需要进行变位 也就是说要根据人称 时态 数 情态 语态 来进行适当的变化 那么德语的位语可能是一个简单动词 比如说 ich habe keine Zeit 也可以是符合动词 比如 ich habe einen Brief bekommen 那么也可以是一个细动词 比如说 er ist Lehrer 在细动词作为位语动词的这种情况之下 同时还要求一个表语 表语可以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是例如形容词之类的其他成分 那么第三个句法功能是冰语 冰语主要发挥的是一种语意上的一种作用 在德语当中 冰语可以是二格 可以是三格 也可以是四格 在当代德语当中 二格冰语已经不太常见 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它用于文献 或者是比较正式的文件 比如政府公文 在这个例子当中 jenest, tagest 就是一个二格冰语 在德语当中 要求三格冰语的动词 数量同样也比较有限 在这个例子当中 Das gefällt mir gut 动词 以及一个四格冰语 比如说 Ich gebe dir doch das Buch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格冰语会区分 直接冰语和间接冰语 通常情况之下 三格冰语表示行为的接受者是间接冰语 四格冰语表示行为的课题是直接冰语 第四种句法功能是状语 状语的种类有很多 比如说 我们可以按照它表示的意思 分为时间状语 地点状语 原因状语等等 状语 它修饰的是动词 或者是整个句子 那么有很多成分 可以承担状语 这一个句法功能 比较常见的有名词 副词 介词短语 以及句子 最后一种句法功能是定语 定语是一种不能够独立使用的句子成分 也就是说 定语只要一出现 它一定是和另外的一个成分 结合在一起使用 通常情况之下 是一个名词 定语是名词的扩展部分 定语既可以在名词之前 也可以在名词之后 那么能够承担定语 这一个句法功能的成分 主要包括 名词短语 介词短语 熊词短语 关系从句 以及统位语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定语的结构相对来说 会比较的复杂 总结来说 句法功能 它分析的是 一个成分在句子当中的具体作用 那么一个功能 可以有多种结构来承担 比如刚才讲到过的 承担定语的结构 就可以有很多 最后 在德语当中 句法功能最主要的 有五个 这五个句法功能 在随后讲解句子分析的时候 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节到此结束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